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纪监委对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魏斌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决定开除党籍取消待遇 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在对魏斌的一系列指控中 罕见出现了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 虽未指名道姓 但所指和人不言而喻 魏斌随成为首例因诋毁领袖被查处的官员 这就令人回想起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中的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 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名 那么从妄议中央到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 党内罪名个人化 这意味着什么 从政治战队入手 再以贪腐定罪 中共选择性反腐昭然若揭吗 习近平二十大立威 个人崇拜和寒蝉效应 能否打造他的一统天下呢 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 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魏京生先生 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 于平博士 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 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一个地方级的听剧级干部 在中共所谓打老虎拍苍蝇的这个反腐运动当中呢 顶多有人说呢 也就算得上一只大苍蝇 却引起了中共官媒竞相报道和海外媒体的一个广泛关注 究其原因呢 不外乎他的罪名当中 多了一项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么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魏京生先生啊 这项罪名听起来呢 似乎非常罕见 那您怎么看这项罪名 他最有可能说了些什么呢 我想可能他议论的是这个习近平现在很多政策失误吧 因为这不是一个两个失误太多了 我们很难估计 他不说是什么 我们很难估计是什么 但是这个做法呢 就是媒体也跟着炒作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警告那些退休的干部 因为这些退休的干部有时间 而且他们了解内幕 一般的听众都比较相信他们说的话 所以他们在这批评这个当局呢 可能是习近平最不高兴的一件事 对习近平来说他最不高兴的一件事 而且这个这次这个罪名呢很有意思 叫恶意诋毁 恶意诋毁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它是属于言论罪 就是你在家里说话 有人揭发你也不行 第二就是说 这跟文革时候那个叫恶公罪 恶毒攻击罪 是几乎是一样的吧 就是不同的文字表述而已 恶毒攻击的话 这个范围就太广了 随便就可以给你扣得上 要警告你们这些当官的嘴巴要疯言的 你们不能批评这个习主席 你批评了习主席 你们那就危险了 你这个罪名就是现成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寒蝉效应 提到这个寒蝉效应 吓唬百姓吧 那么魏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 都退休五年了 怎么把老账翻出来了 这是他以前说的话 还是现在说的话呢 您觉得 我想可能是现在说的话 以前他当官的时候 可能还比较小心谨慎 一退休了放松了 可能亲戚朋友也比较多 周围的群众也比较多 说话就越来越得意 他以为退休就没事了 现在就是告诉你 你这辈子都有事 好的 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一位推友 他在我们这个节目预告上 他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清零把阳性感染者 隔离在猪圈里 有人问那猪都去哪了呢 卫兵答约都去开二十大去了 这可能是现在说的话 这个但是江不忘胡说 另外一位推友江不忘胡说 这好像有人已经辟谣了 这是个段子 估计这是个段子 具体他说了些什么 没有人透露 可能大家随便开个玩笑而已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地方媒体报道的这项罪名 在新华社通稿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 新华社在卫兵的报道当中 提及了几乎所有其他罪名 但是却把恶意诋毁 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项罪名拿掉了 我请教纽约余平博士 这是为什么 一个名不尽精传的地方贪腐干部 名声大噪 全靠这一项罪名 那为什么新华社要回避呢 中共高层他要回避什么呢 这个是非常难以去推测他的用意 我先来讲这条罪 或者这条被指控的这些罪名的来源 刚刚大家都提到 这个是所谓的恶毒攻击罪 就是公安六条 1967年1月份 1月13号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 为什么叫公安六条 实际上是公安要去执行 其实不是公安部自己颁布的 那么这条所谓的这个罪名 当时因为中国没有明文的刑法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刑法的执行的依据 直到1979年中国那时候 要颁布新的刑法的时候 那是1979年2月份的时候 中共才把它废掉 因为这个条罪在文革当中 受害者中有很多是他们自己人 包括中共的一些领导人 都是受恶毒攻击罪的 这个非常大的受害者 所以把它取捨掉了 那么这条罪呢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 一直没有完全消失 我记得在胡耀邦当这个年代 就有人还继续来 因为言论别人的言论 而去把别人抓起来 所以胡耀邦当时 自己亲自下轮 你说公安六条都已经废除了 还去就是说 以这个攻击打货部下领导人 作为一个罪名 这是一个不可取取的 所以在胡耀邦这个年代 也尽管一直废掉 这个公安六条 但是还在进行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六四以后 很多人因言获罪 那么这些因言获罪 当时是在一个 中国的刑法的 所谓的反革命宣传山东罪下 当然1997年刑法修改了以后 把反革命宣传取消掉了以后 那就变成了国家安全罪 危害国家安全罪上面 那么我们看这一条线路 在中国历史上面 就是中共的统治历史上面 因言获罪这件事情 一直没有停止 包括到今天 刘晓波也是因言获罪 对吧 他不是一个 说有颠覆国家的一个行为 他只是说发表了 联署的一个是零八宪章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因言获罪 好的 可是我觉得呢 我们看这条线路以后 还要看另外一条线路 就是共产党党内的规则 最近有一个现象 就是叫党规党纪 逐渐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且呢 被一些 甚至被一些 体制内的学者称之为呢 是中国的法律来源之一 有人 北大的一个教授 就公开说过说 共产党的党章 就是我们宪法的 法律的源泉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不然自己随便讲的 就是说你不要去看我们的 这个现行的法律是怎么讲的 宪法怎么讲的 要看共产党党章怎么讲的 那么同样也告诉大家 要看共产党内的法规是怎么讲的 党内的法规 所以它也叫内规 那么一看2018年的时候 就2018年的时候呢 其实中共有个 中国共产党党 清理出份条例 第46条第三项 就明确规定了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罪 这个罪的这个整个的提法叫做 丑化党后国家实力下 或者诋毁污蔑党后国家领导人 英雄模范 或者歪曲党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和人民军队历史的 这个呢 它情节严重的要与党籍处分 就是开除党籍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党内的内规 但事实上呢 这些内规呢 你注意看这个立法史上面 关于对阴烈的这个诋毁和这个 这个诬蔑人 欺负立法呢 就是保护阴烈法里面才有规定的 那是要罪的 那是要唤醒的 那么怎么当然 今天出现这一条 我一见都不奇怪 只是我们没有太注意这一条而已 好 那么刚才 于博士呢 把这个 把这条最明的来龙去脉 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清楚了 我们看到一位推友 叫南风进吹 他发表这个评论 南风进吹呢 这位推友说 卫兵具体是如何恶意诋毁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不敢放到台面上来公之于众 就像只有罪名成立 却没有犯罪事实一样荒唐 想当年 公审林彪反党集团的时候 对571工程纪要 被说成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但具体是什么内容 却讳莫如深 后来人们知道了具体内容 才知道是对毛泽东诸如 上山下乡等 恶症的批判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 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 这个我们说 新华社不提 这个这项罪名 我们说它是瞻前顾后呢 也好 投鼠忌弃也罢 总而言之 恶意诋毁 党国领导人这个问题 太敏感 容易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 那个公安六条 其中的一条 刚才这个余博士提到了 就是说恶意攻击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 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 我来请教魏先生 您可能对这个身有感触了 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恶意诋毁 与当年的恶毒攻击之间的这个联系 为什么 这个恶意诋毁 恶毒攻击都是很模糊的概念 可以任意给你套上 至于你说了什么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我认为你是恶毒攻击了 就是给了这个统治者 以随便惩罚别人的权利 这个罪名根本就是个 很模糊不清晰的概念 另外就是说 这次你们注意到 我都还没注意到说 新华社发通稿就没有这句话了 那么很可能呢 因为这个拿不出证据来 你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时候 你还可以把那个拿出来 给全国人民看 你说你看他很恶毒 但是你现在卫斌说的这些话 有可能都是些大实话 你拿出来以后 可能老百姓看了觉得很有同感 你等于帮助卫兵宣传了 这个可能习近平不太高兴 所以这些搞宣传的人 也是两难 拿不出罪名来 可是呢 你拿不出罪名 你给人乱扣帽子 老百姓看了也不好看 两个都不好看 那还是选一个 不要把咱们给绕进去吧 好的 那么看来有一些罪名 拿不到台面上来 所以呢 有人说新华社这样做呢 其实是欲盖弥彰 欲盖弥彰 他要掩盖什么呢 就是掩盖好像习近平 也不是说不能批评 或者说干脆就不提了 那么习近平目前在党内和民间 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就日益成为摸不得碰不得的一个 人民领袖级的人物 那么过去的罪名 我们看到呢 是妄议中央 如果党 这是党内的罪名 妄议中央 那么现在这个罪名呢 就变成了诋毁领袖 我来请教余博士 如果从中共二十大后的这个政治生态 这个角度来分析 您觉得这两个罪名 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 这两个罪名呢 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 区别是 一个是针对事 一个针对人 那么当然二十大以前 很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关于 所谓的领袖的权威建立呢 它并不是光光发生在二十大 发生在二十大之前 一系列的行为当中 刚刚提到的万一大政 这个也是在这个 《起义主动条例》里面 有明确规定的 它是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 在针对共产党领导人这个高层 所以呢 他把这两个的联系 实际上所谓的 以他的这个官方的言论来说 就树立党中央的权威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权威的设理 完全不是靠表面的维护 他个人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说法的正确性 或者是政策的表面的正确性 而是靠事件来检验的 所以呢 在这个 目前这个 就是说 把从对这个政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妄议重点 转到对个人 敌尾个人这个妄议重点 我觉得这是一种 一种表面的现象 反映了一个很本质的内容 就是说呢 现在看上去 中国怨言栽道 就是老百姓也好 这个包括党内的这些干部 甚至是高级干部 像卫斌这样 他也不算是非常低级的干部 是个群级干部 虽然他不是上了一个高级干部 但是呢 他在中高级这个直接 这些干部实际上往往是一个 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关键位置 他们对中央政策的认可 对中央领袖 对达到领袖的这样认可 实际上是这个政权为期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出来去说 甚至对一个退休官员 进行这样的大张打法 甚至拿出来就要做一个典型 原来实际上是敲散政府 就是要告诉这个政权的围纪 它是靠很多官员 必须要麻木地听从中央的指示 必须要麻木地封从中央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权威 他承认得有围纪 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讲 就实际上这个很普遍 在全世界各国 都有这种一种现象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围纪 是靠着法制 一个帮派的围纪 靠着是帮规 你把这些东西 如果去分析一下 它根本跟法律上 没有什么关系 它维护的是一个帮派的规则 所以用一个不夸张的话说 这是一个中共黑帮化的 这些具体表现 也是一个深级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中国的悲哀 我们本来已经建立到 一半甚至是 开始往上走的 这样一个法制的状况 被这些黑帮化的调控 其实完全破坏掉了 这是一个让人 令人痛心的一个事实 好的 那么 于平先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国法跟帮规的区别 他说中共现在的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的法律 好像更像帮规 我在请教魏先生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想请魏先生您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您觉得 现在我们把这个卫兵这件事 就具体到卫兵这件事 我们把它说成 这像一个国法所为 还是更像一个帮规所为呢 基本上就像于平博士说的一样 这不是法律了 没有法律的规矩了 但是你说他像帮规吧 帮规也没有说 不能够诋毁这个头头的 帮规的话 黑帮的帮规也是很严格的 也是有话 要很明确的 你不能用这些模糊的概念 什么叫妄议啊 人家底下说句话有不同意见 你就说是妄议 这个帮肯定要散架子的 那肯定要散架子 所以说这个既不像法律 也不像帮规 比帮规还要糟糕一些 好的 那么我们来听听推友们的意见 一位推友 名字叫让天更蓝水更清 他说只要说真话 就是妄议中央 批评和自我批评 早已退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 卫宾呢 可能是又一个冤狱受害者 这样的冤狱呢 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特别盛行 好的 这是我们这个我们推友在回应 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一个这个 在推特上的一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 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接着来讨论啊 这个卫宾案件的另外一个让人诟病之处呢 就是选择性反腐 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 许多大案要案都是先从不守规矩 背离两个维护 这样一些这个党内的条文入手调查 然后呢 再以贪污腐败 甚至乱搞妇女等等 来给你定罪 那么卫宾案件就明显具有这个特点 我来请教卫先生 这就是为什么外界舆论 对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越来越不看好的原因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刚才讲的很对 他们现在这个特点就是这样 他按理说是你要给送到法院去 你得符合法律啊 现在的法官也不是那样 像文革那样胡来的 很多法官也是要有根有据才能看 所以他们拿出那个你的腐败 现在的官员可能很少有没有腐败的 这样所以说 所有人都可以随便的整理 整理的时候都行 但是整的时候还是有选择的 不是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整 那样的话 共产党可能就没有官员了 剩不下几个了 那么他选择的条件什么呢 现在给你讲明了 你诋毁的 你的恶意诋毁也不行 你恶毒攻击也不行 反正就是你影响到 我们总书记的微信了 或者影响到某一个地区书记的微信了 那这就是选择的标准了 明确告诉你们选择标准 其实不是你的腐败 而是你不听话 或者说闲话了 影响了什么那个党中央的微信了 妄议中央了 这样的情况下我才选择你 如果你乖乖的听话 天天喊习主席万岁 那可能就不会选择你 这个选择的标准很有意思 那么魏先生指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就是如何定罪 如何选择 如何选择给你定罪这个问题 魏先生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具体到魏斌这个案件 魏斌这个案件有很多罪名 这个背离两个 叫背离两个维护 背离两个维护 不守规矩 然后呢是恶意诋毁 党和国家领导人 然后下面又有一大堆 什么拉关系 走后门 二十大 十八大之后不收手 然后呢继续贪污腐化 搞两性关系 乱搞两性关系等等 一大堆罪名 什么都有 大杂烩 那么魏先生 我来继续请教 您觉得魏斌被查处 他是先因为他恶意诋毁了呢 然后开始立案调查 再找他其他的这个罪名 还是先有其他的罪名 一看发现这个干部不可靠 贪污腐化的干部 所以必须把他拿下 然后呢 魏先生 您觉得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那应该是他的其他罪名早就有 但是呢 我没有选择你的时候呢 这都不算一回事 今天我选择你 那就是后边这个 你今天在这说了怪话 那个恶意诋毁了 那我今天就选上你了 你就要倒霉了 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官 你退休了也不行 你退休以后说这些话 也不行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告示了 等于法律说 法律的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不要说怪话 你说了怪话 那法律就管用了 你没说怪话 那法律就不管用 看来是 看来是政治问题在先 然后呢 由于这个政治问题 在查你其他的问题 那么就像魏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 那共产党的干部哪一个经得起这么查呢 你一查经济问题呀 作风问题呀 还有什么贪腐问题就都出来了 就都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选择性反腐 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越来越被诟病 这样一个问题了 我们看到二十大之后呢 习近平首先他是在党内立威 就连胡锦涛这样的人物 只要稍有异议都可以带立会场 更不要说卫兵之类的这样一个小人物了 那么就有分析说呢 说习近平若要实现一统天下 他需要两个手段 第一是个人崇拜 第二是寒蝉效应 这两种手段都要有 那么我来请教余博士 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他的 这个个人崇拜和党内这个寒蝉效应 习近平的威信和威严 算不算已经建立起来了呢 这个也是共产党历史也好 我将中外所有的这个 所谓专制政府 专制的一些政党的一些历史表明 就是说的这个政党要维持下去 他要建立一个比较这个绝对的这样一个权威 所以这习近平他这个以及他的团队在做这件事 他们深刻的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做权威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说呢 靠你的这个行为来受理威信 还有就靠刚刚讲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惩罚性规则 那么我们回到为什么说威兵这件事情 今天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呢 那么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以党内法规 就是我认识认为是帮派规则 为核心的这样一条系统性的规范 是来维护权威的维护忠诚度的 他并不强调社会怎么样一个有效 比较公正的管理 他强调的是一个对个人的一个认同 对个人的一个忠诚度 那么当然如果按照法制的原则来讲 这些都是跟法制的基本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法制强调的公平正义 以及包括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公平的制度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安全 而不是让一小部分人或甚至一个个人 来享受安全而其他人都是不安全的 那么中共反腐这件事情 以及他通过这个对言论打压 包括对他们党内的这些官员进行处置 以这个言论的罪行进行处置 他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他的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权威 而这些个人的权威呢 其实他不是我们现在时候已经需要的 而是我们社会所唾弃的 你看现在所有的联合国体制内的200多个国家 都执行这种体制的极少数国家 对吧 十个不到 或者说你扩大一点 就是威权体制算量也就是几十个国家 但是主流社会是 不管它是不是做得非常到位 但是都采取的是民主法制的原则 所以在这一点上讲的话 如果你要树立个人主义 当然要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选择性的反腐 选择性反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中国的这个体制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 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腐败 我们讲的制度性的腐败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没有一个公平和公正透明的机制来建筑它 也没有一个公平独立的一个司法体制来对它这种处理 而是靠的是一些内部的规则 靠的是一些非相作业 包括中国的这个纪委 以及纪委这个同属下的所谓的所谓的监委 这一些都不是一个透明公开的一个机构 他们都是一个秘密非相作业的 所以为什么人们对反腐不服气这个道理 因为你他从前面看 早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孙政才就有什么业力 孙政才当时说他是党内的野心家 但他为什么他就要对领袖不忠了 他要想内力删投了 所以这必须把它去掉 然后再通过反腐把一系列的官员去掉 所以人们看这个是一个系统 看来就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这个错误 好的 我们这个话题引起了这个观众的广泛兴趣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一些评论进来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听听我们观众朋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兰花花 他说实际上是这位黑龙江前官员 在跟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之间的一个谈话 因为彼此很熟悉 平时比较谈得来 因此双方是不设防的 加之未姓前官员又退休 父闲在家 和好朋友之间说说政治上的敏感话 没有什么风险的 哪知道这些话被曝光 未姓前官员只能认灾 交友不慎 中共国的告密制 在习近平登基这十二年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有类似未姓前官员经历的人 可要以此为鉴 绝对不要相信 自己认为放心的人 告密问题 另外一位叫连理 他说唯一的效果就是 中国人民现在不敢随便说话了 言必称爱国爱党 虎虎声威 这个卫兵最后判的肯定比四通桥上的那位要重很多 第一 你自己屁股也不干净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第二 你吃里扒外 不弄死你 我怎么能镇住场子呢 另外 Kenny M 他说这个案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 怎么就把这个小官给拉出来 记齐了呢 我们听众 观众他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我们现在还剩下不多的时间 第一个话题 这样我请两位嘉宾 简单的评论一下 我们网友们的评论 不用每个人都评论 您只减您感兴趣的来评论一下就好 首先魏先生 您对我们哪位网友的话感兴趣 您觉得 我想给于博士刚才的话做一些补充 好的 就是你要有微信的话 首先你要有信用 就是这个树立微信靠的是 你说话办事 大家认可 你做的对 这样你才有微信 你如果光靠这个打压这个寒蝉效应的话 那个寒蝉效应说实话 只是给你自己拉仇恨 你不能让人家心里服气 口上服了 但是心里不服 所以实际上这在积累危险 这个总有一天会爆发 网友们评论都很有意思 很风趣 不评论了 好的 那于博士 您剩下半分钟的时间 您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其实每个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或者说民众的这个智商还是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背后动机是什么 那么换句话讲的话 现在他要求的就是 人人没有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老百姓也有这个体感 刚刚那些网友表达的就这个意思 在这样的一种高压制度下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 可能是上面那个人自己也不安全 但是他会觉得他很安全 好的 那么正像 我们这位观众叫连李 他说唯一的效果 这样做唯一的效果 就是中国人民谁也不敢随便说话了 只能是言必称爱国爱党 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 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 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